小燃 去离家 都看了呗 今天没上班 特展业务去啊 走吧 你就是何小燃吧 我还看里边那个滚屏照片 年度记者呀 还有你呢 您好有什么事吗 你介绍的什么鬼地方 我就去的第一天就住院了 你知道吗 我送你个礼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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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我爱你屁事 站住 你拿个吧 你下手太快了 这么多人拿狐狸我 下来 你没事吧 是啊 那挺好的 小心 小心 别有事吧 太过分了 好 护士你好 这里面的病人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们是他什么人 家属 欣哥 再往来一步啊 就来不及了 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把老人往养老院一送 就不管了吗 老人都住院了 也不来跟人看护 怎么回事呀 是我们的问题 现在我们能进去看他一下吗 病人跟我试一下 你们谁先跟我来一下 交下医药费吧 立真养老院的人没来吗 立真说入院写一写得非常清楚 陪护流程也很明确 老人因病住院 不承担任何医药费用 责任免除 早上是有一个人过来 说是病人的外甥 看了也就走了 你们是一家人吧 你在这儿先陪着外公 我给你交费去 去点交费 你跟我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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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为我孙老才发病呢 他年纪那么大了 突然换了住的地方 肯定是不适应 你 你 你别听那人胡说八道 这事跟你一点都没关系 你先回去换件衣服吧 不用了 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阿姨 我帮你们吧 阿姨 我帮你们吧 何笑人 这屏幕上滚弄还不够 直接把勋章印到公司门口了 这办法好显眼 走过路过不错过 走了 走 谢谢 他这个人啊 估计是弃上头了 不知道往哪里发泄 这种人挺多的 我在想 是不是 我哪儿多做一点 或者是少做一点 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 其实记者这个职业呢 挺光芒正义的 但是任何职业都是有边界的 你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管 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事情负责 当然边界在哪里不合把握 但我个人觉得 只要尽心尽力 温馨无愧就可以了 你 你打电话找我啊 干什么 我问园长了 你舅舅心梗 摔碎拼好久 但那个年份太难找了 我就买到两瓶 等你就出院再给他吧 那 那行吧 还有啊 这事跟合计者没关系 你能不能别找他了 有什么事找我 你就拿这两瓶酒 就像西式宁人呗 我 我跟你说啊 没门啊 我就要真起步来啊 我还真爱上那个合计者 咱谁都蒙想好 你干吗 你干 你干 你干吗 老隋呢 不是说要一起连吃三天饭吗 他人呢 没和你一起回来啊 我先打个电话啊 喂 谁啊 喂 潘先生您好 我是何笑然 是这样的 关于您舅舅的事情 如果医药费有困难的话 我其实可以 不不不不 别 你这样 那天确实是我冲动了 还有 咱们这个事啊 就这么过去吧 好吧 你 你别让你那个朋友 再来找我了 来喽 熬熬大的炒海鲜 这钱怎么不错啊 你这是 你下午干吗去了 换衣服啊 换衣服啊 换衣服把手给磕破了是吧 找潘先生去了 天乱第一名 不是 你知道那孙子多狗吗 我觉得他就是想赚舅舅 赚下孩子的钱呢 你别胡说八道 我刚刚给人家打电话了 人家说这事就这么算了 今天也是他冲动 算了 咱家药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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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爪子磕破了 所以吃螃蟹腿是吧 你不 我 真的是活泼了 你可真是不糟蹋东西啊 赶得这些东西过期之前 又给耗了衣服 手 走 让进进 打打打打打 你行 轻点 你行 轻点 轻点